我这条影片讲中4M1的example 3.7和3.8 目标就是找一个叫Values of Aduruty 其实这条题目就很简单 告诉你Fx就是这一个角色 然后给DyDx来 记住DyDx即是什么 即是First Principle的结果 First Principle的结果就像上面 First Principle的结果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 这个 整个 就是 the slope of tangent to the curve 那加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因为x 没有加什么 当我们某个数值代下去就加什么 OK 现在他就叫你找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符号 to see 用上面的句子就是 the slope of tangent of tangent to the curve at x 等于4 是 4分1 ok 就是说 这个tangent to 这个curve 就是4分1 就是4分1 好 好 好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图图是怎么样了 就是给你一些概念一下 这个这个 这个ーい 这个我现在出现一个一个 其实这个APP 你在你的帮手 あれ 好 那个 这个 对 就是这个的1 over 就是1 over sorry 开方跟x fx是开方跟x 记住这个先是个 equation 这个是d 完之后 d 完之后 我们现在要找未d 之前 未d 之前 这个功能的 equation slope of tangent 是不是 所以就画这条色 画这条色 你看到我打完功能 这个是照打的 我打一次给大家看 y等于 就照打y等于 下面有个开方跟 然后就x 就立刻带一条曲子出来 很方便的 我之前传过给WhatsApp 但我没有解释到什么 现在解释给大家 就叫desoms 有条link 你按进去就是网页版 刚才是add x等于4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四分之一 就是有条直线 会是刚刚触到这个点 而slope就是四分之一 那你也想象到 正数slope是这样向这边斜的 是吧 左去右向上斜就是slope 就是positiv ok 然后有个9 刚才还有个等于9 等于9就是这个 那就是没有那么斜的 没有这个那么斜 这个斜少少的 这个是平少少的 如果这样tangent to的话 平少少的 意思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这样 可以吗 add x等于4 和add x等于9 就是tangent the slope of tangent to the curve add x等于4 和add x等于9 ok 好 那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 之后的短片 好 那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下面就是什么意思 下面就是照版主换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x等于9 明白吗 ok 那就是六分一 他意思就是这样 当然现在就是纯粹叫他代数字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好了3.7 就有意思 下面你自己做 代入 其实 下面了 扭到要意思到 3.8了 他就说 现在有个curve是这个 不给这个色 没有给到fx 但是就给了 其实上面都没有给你的 上面这个有没有给 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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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又没有给 没有给 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影响 因为他给了d 就是d一次 这个就是d一次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就是dydx ok 那他就说 slope of the tangent to curve at x等于1 就是怎么样 跟刚才的意思一样 就是代什么 就是找什么 找f-1 是吧 是吧 因为他说 slope of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at x等于9 就代9 那如果at x等于1 就代-1 即使找这个 又或者可以写成 dydx 挡一挡 x等于-1 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6 我告诉你这个是等于6 那就是代过-1 因为k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的答案 就是代过-1 下去的f-1 就等于6 因为这个equation 因为那个slope at x等于1 就是6 那前面这一部分 前面这一部分 其实是f-1 对不对 那后面那一部分 就等于6 对不对 所以就写到这条式 那然后代回去 原本那条式 然后解方程 其实你找到k 好了 那然后拿k的答案 是a的 就做后面了 就叫你找 values of x 看着 它现在叫我们找 values of x 也是x等于一个数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说呢 slope of the tangent add curve to the curve is zero 它没有说add多少 就是要问你x是多少 那所以我们解放x 就是说 就是这句说话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这个就是f-x 不知道x是多少 因为没有说add多少 就等于0 因为那个slope是0 所以就等于0 所以写到这条式 然后你就可以解方程 就解 原来x等于1的时候 就是f-1 会等于0 同时f-2 都会等于0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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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不可以 其实就是解方程 它给了一条 它给了一个function 就是slope 你就解回x 或者解回k 这样的意思 所以 其实你只要融会贯通 它的文字是什么符号 你就会懂得做 那怎么知道文字是什么符号 就看上面那些资料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 在上一条影片说过这句说话 是吧 这些符号 其实就是slope of tangent 就是什么 行不行 所以你只要跟回文字转符号 就会做到这些题目 我简介了3c 3c 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纯粹代入 代入 那这些它用不同的方式来说 代入 因为它比了 因为之前学过 dy dx k 就是y'k 就是f'x 其实就是 按照 它的符号 照代 照代 当它出现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这个的话 你就懂得 这个意思就是f'x 但是 不过x就是1的时候 意思就是f'-1 f'-1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就代入这个式 可以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dy dx 其实是这个意思 那之后的题目 第五啊 第六啊 其实都在做一样东西 第六就有点点弄到first principle 那你跟着它的flow去做呢 其实就这个 其实可以是first principle limit delta x 趋向0 跟着f2 加delta x 是吧 减 写到写到 fx over delta x 那其实这个是不需要计的 因为dx是不需要那么效的 那但是都试一次做啦 那所以其实这里 第六和第七条 其实都是在说同样的东西 而第八和第九呢 就试验sample 3.8了 那其实就是 都是找回些value 就是找回些annone 而已 有兴趣的同学生呢 可以做这个level 2的 那但是呢 我在星期五的补课呢 就会跟大家讲一下 那些level 2大概怎么做的了 讲一下那些level 2大概怎么做 那么考试范围呢 就是去到这里 那么多而已 所以其实都不是很多 个题目去做啦 这样 好不好 那今天短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 那我这条片呢 讲中4M1的example 3